你读过很多古书 读过一些 我觉得古文的字句都很美 都喜欢哪些 很杂 市面上出版的 还有家里的藏书 爱读书的女孩子我喜欢 你为什么会 喜欢上我们家周生辰呢 听说之前 你们通了半年邮件 在你只知道 她是个研究员的情况下 其他一概都不知道 怎么会答应嫁给她呢 其实 她吸引我的地方有很多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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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西安遇到那天 我们是偶遇 从从见了一面她就走了 她当时说 如果雨停了 再约见面的事儿 后来半夜停雨了 她果然给我发来了邮件 邮件内容特别可爱 四点三十六分 走出实验室 没有下雨 如果十一点半 还没有下雨的话 十二点青龙四见 只是一封邮件而已 却能看到好多内容 严谨 诚恳 言出必行 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 如果她是假装的呢 假装给你好感 不会的 我们偶遇见这半年 所有的往来信件都是这种风格 我每次收到都要消耗半天 每次见过严肃到这么可爱的人 可爱 她做什么在我眼里都可爱 可爱到我只要想到她 工作再忙我也不会觉得累 遇到生气的事再多 我也不会觉得烦 我真没有想到 喜欢她 评价竟然是可爱 你多说一点 你的角度很新鲜 我这个当妈妈的完全看不到 我可以在这儿呀 多了解她一些 我问过她 为什么要投身科研 她当时说 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很奇怪 从前我不喜欢听别人唱高调 但只有她 她说了 我就觉得是真的 她就一定是这么想的 不是要骗我好感